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好 我特别想知道 玲玲 前面那么喜欢 她现在一下子机会痛失 什么原因 刚才她讲那些原则 我觉得对待原则性的问题 我不容忽视 另外我觉得 如果我找到她以后 以后的日子 我就有种感觉 像穿颠猴打飞机那种感觉 没明白 穿颠猴怎么能打飞机呢 就是你不自量力 是意思吗 对 是的 好 明白了 谢谢你 请回吧 来 恭喜两位 我们俩将要获得我们优惠吧 提供的每人1000元的优惠基金 另外还有 每人价值1000元的礼品一份 恭喜两位 好好享受 穷月龙以前失败的经历 她总结的一个原因就是 没办法 就是喜欢 现在她们俩要牵手成功了 我很想知道 如果还是一味地对她好 她们的爱情到底能够走多久 我等待 想和心仪的她们直接联系 手机编辑嘉宾姓名 到1066988209 获取嘉宾信息 就有机会获得智能手机 和钻石签与对界 向时尚致敬爱来一时尚羽绒服 我们约会吧 欢迎各位的收看 你可以在 市益教员交易网报名 同时还可以拨打 我们的报名电话 07318287 12518287126 1加5我们的单身潮人潮人 在12月15号的时候呢 我将会赶到 我们深圳市福田区中新城广场 在那里呢 我们约会吧 将会举行一个大型的嘉宾 招募见面活动 当然我不可能是一个人去 我们整个团队 另外呢 还有2013年度的快乐男生 白举刚 左力 将会到现场跟各位见面 我们到时候不见不散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上场男嘉宾 他的爱情最主张 他不要什么 不要不孝敬父母的女生 不要任性的女生 不要不懂事的女生 掌声欢迎男嘉宾 登场 你好 欢迎你 好 我叫陈超 来自陕西 你的交友宣言是 爱是理解 爱是包容 来 让我们有请Mr.R 和我们的匹配处前30位女生 好 欢迎你 掌声欢迎的30位女生 登场 来你们掌声和全场亮灯 来 欢迎陈超同学 来 找出你心仪的那位姑娘 不找几个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理论上 跟我们这位大哥 比较匹配的那位女生 她是谁 来 有请Mr.Right 和男嘉宾最疲惫的是 23号 李永烈 养猪专业户 李玲玲 取备总分76分 外形87 兴趣68 个性是69 在哈尔滨一家农场里头 你现在是一个人在那儿养猪 还是陪爸爸妈妈一起 一个人 一个人好 那挺了不起的 团队有多少人 不好意思 团队只有两人 不过我觉得这是暂时的 后续我相信会有更多人 那你们三个人岂不是很累 很累 对 所以说我希望在台上 能领个男嘉宾跟我一起养 希望你跟他一起去养猪 挺好的 挺好 挺好 我觉得这样能过着 特别世外的 世外桃源的生活 你不笑话吗 男嘉宾 希望 希望 咱吃的都是生态猪 吃的都是生态菜 对 玲玲 除了养猪之外 生活当中还有什么爱好 我比较喜欢游泳 爬山 牙匠 牙匠 从悬崖上面降落 我喜欢特别危险刺激的 你呢 我也比较喜欢吧 喜欢养猪啊 极限营养 好 极限营养 对对对 好 那记住了哈 23号 玲玲玲 来吧 三岁姑娘 第一眼对于我们陈超先生的印象 怎么样 请选择 我要是把你带回家 我妈妈不是会很喜欢你 因为我妈妈不喜欢 就是说戴胡子的男生 不好意思 男嘉宾 你不觉得这种有胡子的男生 很有质感吗 没觉得很有型吗 对吧 对 我感觉我喜欢是 阳光帅气型的男生 阳光帅气型 21 李直播 首先第一点就是 你这个衣服的打扮 实在是过于欢醒 然后就是太时尚 我有点接受不了 然后其次就是 你跟我们那个养住专业户匹配 他们家有住有农场 我们家啥也没有 村里只有地 然后我就觉得 你别上人家吃苦去了 还种地 你说说 本来长得就老 你说 种两年地 就不认识了 咋整啊 我就把灯给灭了 放一条生路 我觉得男嘉宾长得吧 有一点点小沧桑 有故事的人 虽然我也很喜欢看书 也很喜欢看大叔 但是像您这种又比较时尚 是这种大叔里的小萝莉 我有点儿hold不住 大叔 我就特别喜欢你的小胡子 而且我喜欢有精力的男人 因为这样的男人一般都很知道心疼人 特别想继续了解他一些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威斯雅 我们看看生活中的陈超 到底是做什么的 大家喜欢的可以继续为他留灯 来 来准备示范 示范 预备 准备 准备 准备舞场三点二次 开始 我现在从事影视工作 是一名电影副导演 主要负责一人统筹 现场执行工作 我从小就有个电影梦 大学时期也学的是表演 但是我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一个人 我明白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 所以就开始慢慢转向幕后 从事导演工作 随着志强也做过广告 自己开过王公司 也当过两年兵 在北京时间程 当他是武警 退役之后一直从事影视工作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段话 希望你们嘉宾等我说完以后 你们再灭灯 我要说的是关于我的工作 其实做我们这些行是非常辛苦的 一年到头 很少有时间陪家人 满大满算 也就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陪家人 没有几个女孩子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也导致我一直单身 家里边着急 我也非常着急 然后我希望借助咱们这个平台 能认识一个 能理解我 支持我的一个姑娘 如果有的话 我愿意为她改变 甚至于在合适的时候 适当的时候 如果她愿意 我愿意舍弃我最喜欢的一个行业 去抽出时间来陪她照顾她 我是陈超 如果现场的女嘉宾没有灭灯的话 那么我们约会吧 男嘉宾看着特别斯文 然后看完你的短片之后 你不是说当个兵是吧 吴景 两年 你能给我们表演一下这个武术吗 军职权 对 军职权 我特别喜欢像吴景老师那样 高兴 猛的难赢 可以 好 就别害怕啊 然后 军人就是凡人喜欢 这个舞台上只要有军人来 姑娘们都会特别地喜欢和欢迎 当然了 最终是要找男朋友的 结果就难料了 你也做好心理准备 男嘉宾 你好 你当过兵 我也当过兵 但是我是陆军通讯兵 曾经的战友 对啊 他是陆军 你是武警 不要灭灯啊 对吧 但是我现在不是很喜欢你的职业 其实不是嫌弃你 工作的时间不稳定 我就是觉得如果我找一个男朋友 他每天都很辛苦的话 但是我还 因为这是你的工作 我还帮不到你什么 我会有一种自责感 所以不好意思 男嘉宾 灭了灯 好 战友 战友 背后放枪嘛 好 战友 战友 明军都这样的 好 兵 您好 刚才你练了那几下子 我真是嗷嗷地欣赏 我刚才我还曾幻想 就是没放威莎之前 我还曾幻想着 我跟你在山间的小路上 咱俩一起去放猪去 然后遇到熊瞎子的时候 因为你长得虎背熊腰 我都不会害怕的 特别有安全感 但是后来 你放梅塞之后 你看 你是导演呢 真是高端大气 上档次 可是我呢 虽然高端 虽然大气 但只能上炕 所以我放弃了 你好 男嘉宾 其实你给我感觉挺成熟稳重的 而且您已经31岁了 是吧 对 可以看得出您的真诚 就是真的有那种对家的渴望 还有对爱人的期许 我觉得挺好的 您的职业其实就是这种性质 如果说两个人真心相爱的话 他可以理解您 而且您也说过 可以为了他去改变 我觉得一个大男人说的这样的话 真的很难得 所以我为您留这个灯 然后就是想继续地更多地了解 您的感情经历 谢谢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大拷问的环节 有请Mr.Ride 考五开始 在拷问之前 请先看一段事 平时这种找你 就是主动来跟你暧昧的女生 多不多 有 但不能说多 真有 真有 是为什么刚刚看的 看起来想上戏 想认识更高的人 但是他认识你 能够决定他上不上这个 这个戏你应该也决不了 决定 你是负责演员这块 对 演员土壽 演员辅导演员 完全可以定的 除了主演 主演不能让你定 主演我们也能定 请问以上的谈话内容 是否属实 属实 你没有对这个向你表示暧昧的女生 动过心吗 不会的 因为我觉得 我今天来也有一个目的 就是想澄清一下 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这个辅导演员行业 也是有职业操守的 也是有职业道德的 你不怕未来的女友 会介意你的这些暧昧吗 我说过 我的爱情宣言是爱是理解 是包容 如果我们正在一起的话 他会理解我 他同时也会懂得 我的爱是怎么样的 靠我完毕 男嘉宾 男嘉宾 这个世界上吧 每个地方有瓦砾也有明珠 我一直相信吹进黄沙十道金 那么男嘉宾 你在这一个可以说是瓦砾与明珠 并存的职业中 您是否依然保持一颗金字般的心呢 其实我觉得吧 任何一个行业都是一样的 可是大家所有的人戴一个 有色眼镜来观察我们这个行业 男嘉宾 你好 我想说一下 不是所有的演员都是那样的 我也进过组 我也拍过戏 但是我知道那种辛苦 每个人都很努力 他不是所有人就是说 我什么都不干 我就想上镜 导演 你让我上镜 不是所有演员都是这样的 我们在零下十多度的时候 我们会穿一条裙子在户外 就是所有的演员都在外面 站着 然后导演也穿着特别厚的衣服 而且一排的演员 片场休息的时候 他们的经纪人 会把衣服给他们披上 而我们就一直穿着 那个半袖短裤在外面站着 没有人管我们 我们就一直在后台 就那么等着 当我们站在户外的时候 呈现在大屏幕上 可能会是美好的 可是谁能知道 我们当时的感受呢 对 你说到这边 我有想到我的一个 我师父的老师 他在今年拍戏的时候 就因为他有心脏病 他每一次拍戏的时候吧 我做他副导演 很多时候他喜欢亲力亲为 就是在山西拍戏 我在河南郑州 快消防病的行程 然后我听到一个消息 周导因为新泽民发作 在现场就因为他特别急跑 新泽民发作休克有一分钟 就差那么一点就不在了 所以说大家看到是光鲜的一面 看不到大家付出的 我能理解你 我能懂你 但是咱们俩的年龄有点差距 没关系 做好朋友可以 对 我希望回北京 希望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可以 好 你们俩在北京 要多保持联系 好的 这个 你们是属于一个 工作链上的 好 就是关键时候 都不能掉链的 这个如果真缺女演员的时候 立马给我们丽莹打个电话 大冬天的需要穿个短裙的 没问题 这是什么 这叫职业素养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辅导演嘛 然后身边肯定就是 什么类型的女生都有 就是漂亮的或者什么样 那你都不喜欢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那你喜欢什么类的女生啊 我喜欢家庭妇女权的 过日平生淡淡的 就是你刚才提到说 你想找一个 就是家庭主妇式的老婆 那我想问一下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以后你们两个生活当中 还是你主外 她主内 是这样吗 不是啊 那如果说你的老婆 她也有自己的事业 你会无条件地去支持她吗 必须的 好吧 谢谢啊 嗯 好 好了 来 有灯的姑娘们 我们要做出最后的选择了 今年32岁的陈超 在影视圈里头做副导演 由于她工作的特殊性 可能会缺少时间去谈情说爱 但是她愿意为 真正她爱的那个女人 去改变现在的工作状况 来 各位 请你们选择 哎呀 谢谢 意料之中的 意料之中吗 为什么 对 因为我觉得她 大家会在意我的职业和时间 嗯 没关系 那心仪的姑娘 还要争取吗 还有机会啊 要 争取 对 好 来 看看心仪的姑娘 她是谁 11号 夏威 起备总分64分 外景90 兴趣40 个性43 夏威 32岁 专科 策划总监在北京 南方要接受我的儿子 在2011年离异 儿子已经7岁了 喜欢小眼睛的肌肉男 男生年龄要在25到45岁之间 有问题要问他吗 没有我们就进入到最后的选择 没有 没有 好 来 走到舞台中间 期待一刻倒数5秒 5秒钟之后走向心仪的姑娘夏威 伸出你的右手 同时可以再次向他表白 陈超要加油哈 5 4 3 2 我想说的是 你们不了解我的行业 不了解我的人 在这边短短只有 很短一段时间 我希望咱们在以后的时间里 更加地去了解 而且呢 我自己现在有三个干女儿 我相信咱们也在一起会 我会让你会有一个依靠的 让你会非常幸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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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的老是这样的 可能您一开始对我不太了解 其实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我也很勇敢来到这个舞台 来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那其实我真的是 很能理解您的工作 因为毕竟我有过一次婚姻 可能经历的 比其他的姐妹更多一些 而且就是对另一半 也会有更多的宽容 但是其实我并不是说 我一个人在这里去寻找那个她 我可能还承载着 我儿子的使命 毕竟我的情况有点特殊 所以我真的知道 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什么样的人才真的适合我 不瞒您说我自己一个人 带着我儿子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但是我也会有老的那一天 我真的需要的是 有一个伴儿能够陪着我 然后一起变老 老的时候可以陪我聊聊天 三分步 回忆回忆往事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我真的需要的是一个大老公 而不是一个大男人 您虽然很优秀 但是可能感觉还是差一点 我会考虑得更多一点 真的特别的谢谢您能够选择我 我还是想跟您做好朋友 对不起 好 希望在北京可以做个好朋友 好 谢谢夏威 谢谢 好 谢谢你的光临 好 继续加油 好 再见 一个人很孤单地离开这个舞台 可能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像她自己所说出来的 因为是做导演的 所以她的作戏时间 非常地不固定 常年可能会在片场工作 可能会没有时间去陪自己 心爱的女人 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 张艺谋导演 陈凯歌导演 冯小刚导演 她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爱她的女人 一直陪伴着在她身边的 优秀的女人 所以陈超 我一点都不相信 导演找不着媳妇 继续加油 如果可以联系的话 手机编辑嘉宾的姓名 到106695882009 来获取嘉宾的信息 就有机会获得 钻石情侣对戒 和三型智能手机 来 号码滚动起来 3 2 1 好 恭喜以上的这位观众朋友 节目的最后 我们要特别地感谢 艾莱伊时尚羽绒组 对节目的大理支持 感谢实际家园交游网 1号漂亮机缓 对我们节目的大理支持 另外还要告诉大家 下载湖南卫视电视无能 手机客户当呼啦 加入我们英会八节目公会 会有很多惊喜等着各位 你还可以参加 湖南卫视的微信互动 把你想说的话 告诉我们的微信代言人 吴小慧 同时可以登陆新浪微博 参与我们约会八的话题讨论 Recorded by 年轻湖南卫视的周园 Yeah